其實曾偉紅先生 你上次來立法會的時候 我批評你在中聯辦 阻礙示威者和平請願 當時已經說 香港的警察在你領導之下 去到中聯辦就變成公安 當時你是否認的 但現在 你這三天的行徑 去到禮港城 就有一班黑衣的公安 去到港大 就有一班防暴的公安 你公安部長的名字 水洗都不清 而你所依據的 就是這些人 都進入了你的核心保安區 但你自己先頭都說 核心保安區並不是法律 只是行動的用詞 如果它不是一個法律的區域 那一班黑衣人 當你拘押市民的時候 為何不是首先出示證件 而拘押人 而是事後 你說別人冷靜之後 我不知道何時 才出證件呢 你不出證件已經拘押人的話 本身有沒有違反了你警察的通例 你會不會令市民恐慌 覺得這群人是哪裡來的 他是公安還是黑社會 這樣做 是不是合理合法呢 而去到港大 你的核心保安區是一再擴大 而且在核心保安區之外 更加加一條封鎖線 這個封鎖線 是可以離開那個保安區 陸友堂那個地方是二百米 原因就是用來去阻止學生進入核心保安區 坦白說 保安區已經是無法無天 封鎖線 是可以無邊無際 這樣做 將港大戒嚴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你的保安區 沒有法律依據的 是可以不斷擴大 如果你的封鎖線 可以不斷移前 如果你見到六四的橫額 你就可以橫掃千鈞 如果你見到一個黑影 你就當鏡頭去掩著它 你覺得 你這三天的行徑 在市民的心裏 苦心自問 似公安局長多 還是似警務處長多 你覺得你這次的行為 是否過火 是否是已經越過了人權的界線 將警權無限擴大 你會否為你的行徑 公開向市民道歉呢 多謝主席 關於剛才禮港城的事件 我已經多次回應了 有關投訴 我們會公正的調查 至於港大 警方絕對沒有私自擴大保安區 至於我剛才跟主席解釋 就是 港大較早在他自己的網頁發放的 保安區的圖片 是第一次會議 因為我們有三次會議 在第一次會議的時候交給我們 要求我們給予意見 對不起 我說你那些保安區之外 再弄一條保安線去阻止人進入保安區 張議員 他是正在回答的 讓他回答 張議員 我想 第一次會議 你說公開了一個圖 跟著怎樣 跟著這個圖 根據我們的風險評估 以及港大關注的地方給予意見 最後在8月17號 由港大教務長主持的會議裡 是同意擴闊 這個是所謂現在說的保安區 即是港大自己定立在限制活動的區域 這個完全沒有說警方 是私自擴大保安區這件事的 至於在港大裏面 我們當時執行的行動 我剛才講 是應港大的當時的保安人員邀請 當然 如果就算是一個私人地方 如果是發生一些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 或者將會發生一些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 我們都要有責任處理 這個我們沒有逃避過 最後在港大裏面 我們除了說要協助港大 是讓他們執行他們定下來 或者同意了保安措施 讓他們可以順利舉辦有關活動 當然我亦都有責任 是保護訪問政要安全 但當時我要講 將有關三名 在糧球樓裏面 將有關三名人士 移來港大定立的保安區 實際上當時我們是認保安 港大保安的要求 並不是行使我們自己的權力 主席 她沒有回答我 她自己苦心自問這幾天 在市民心目中 你覺得他們當你是保安局長 還是警務處長 或者張議員 當然我尊重你的看法 但我希望市民都可以講事實 警方只不過是依法辦事 817教務長 港大擴大圖 你說她自己擴大 你們所知有沒有公開到給師生 因為當時我們開的會議 據我了解 就開到817的晚上 當時我們提出了建議 將最後我們定案這個圖 就是會上載在香港大學的網站 至於香港大學 是否因為時間關係來不及上載 這個我相信要和香港大學成精才行 或者你事後 即會後可不可以都 你們給我們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提供資料 李懷明議員 主席如果局長 有聽那些電台 聽市民的節目 看報紙 你看到 沒有太多人幫你們 去說一些好說話 除了今天有報紙買到 那些黑衣人 這裡其中一個 那一天 整程都站在何將人後面 即是那晚吃飯去君越酒店 處長 我相信是你的伙計 很多伙計 站在我們旁邊 不知道是不是怕我們去騷擾 敬酒 還有那天 就算去君越酒店吃飯 採訪區 都去了消防局 根本遠隔離到離譜 我不知道這些是怎樣為之 保安區 核心到這樣 根本令到傳媒 根本完全做不到事 即是完全做不到事 那這個是甚麼核心價值呢 這些黑衣人 沒有表露身份的傳媒 不過站在我們後面 其實對我們有些威脅 我想問局長處長 你們有沒有收到指示 有沒有收到指示 無論來自特區 曾任權先生或者內地 或者是 就說這次國家領導人來 除了保護他的安全 經常講人身安全之外 是不是不准他聽到 見到任何敏感尷尬的標語 當然六四是一個最敏感的 對內地政府來說 有沒有這個指示 這個遠遠超來了人身安全的問題 是不是有沒有這個指示 局長 我們從政策的層面 或者稍後廚長再補充 我不止一次說過 根據一國兩制 香港的內部安全 是香港的內部事務 還有維持香港的良好治安 都是我們香港的內部事務 所以任何政要由來香港 那個保護政要的責任 是我們香港的警務處長 和他們的警務處的自治範圍裡面 所應該做的事 所以我可以和李華明議員說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指示 即是說要打壓傳媒朋友 要在黎港城抓人 一定是沒有的 但好像剛才的處長說 任何國家或者地區的國家領導人 要來香港 他們自己都有 他們自己的安全的人員 他們都要確保的 譬如上一次希拉麗來香港都有的 兩地的保安人員的溝通 事前的溝通確實是有的 但是落實這個保護政要在香港的責任 純粹是我們香港警務處的責任 主席 我想局長和處長明白我的問題 我不是說保護政要沒有指示 是沒有指示 包括曾蔭權特首 我不是說內部都可能是 不准見到 聽到任何抗議示威六四這些事情 一見到就要周要鎖 要隔離他 有沒有這些內部指引 主席 這個指控是完全不成立的 是絕對錯誤的算法 局長 教理員的意思是 譬如你說有和來賓 那個政要來的地方 的保安人員有溝通 他就問你 譬如今次副總理那邊內地 有否要求這件事 剛才署長都回答了 他們負責保護政要的人員 確實是和每一次都一樣 有政要來香港 他們都有保護政要的人員陪他來的 在那方面 兩地的人員是有溝通的 但這兩個溝通 剛才署長都說 兩地或者兩個執法部隊 內部根據國際慣例 他們要保密 石禮謙議員 多謝主席我申報 我是監禁會的副主席 那就是 不只是我有兩個 還有一個民主派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的問題 就是我剛才聽到這麼多議員在這裏 今天可以有這個機會 在議事廳裏面 講這麼多方面 是質詢局長和署長 曾署長不是國安部的部長 是署長 曾署長在這裏 就是 我們在這裏 全香港有16個 有16個 camera 在這裏看著 是見證了香港一國兩制 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被打擊的 是這個主席 還有言論自由 還有新聞自由 今天看到 是我們是完全 是看到我們是 這個香港回歸後 完全是 這個是保護到的 那麼主席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現在在說話 李卓人就不讓我說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令到這個言論自由 也是打擊的 要看你怎樣看 主席 在這裏 大家是 香港都是一個 自由社會 是比任何人都可以說到 我們在今天 剛才我講的 見證到這裏 我想問一個問題 主席很簡單 這個不是從這件事 是以往 這裏 就算美國總統都來過 我們警察部門 有沒有跟外國的 外國各方面 那些 美國總統 Hillary 那些來的時候 有沒有交流一下 他們怎樣去保護 這些政要 第一 第二 當他們在Grant High 住的時候 總統在Grant High 那時候 他們那個 是否比現在 是更 一樣 比現在這次 我們國家正要來 是否一樣 這樣的情況 他們有沒有特別一些 給他們這個機會澄清 第二個問題 因為剛才處長說 他們行使 他們是從第十個 在這個 這個警察條例 第十個 去行使 他們的職責 在這個 基本法 那個自由 是保障 我們有言論自由 發表的 他們怎樣去平衡呢 可不可以 藉這個機會 給他們解釋一下 給全香港市民 全世界 各方面 都可以聽到 多謝